在中世纪的欧洲 有过一段很长的黑暗时期 这个期间充满了纷争和战乱 还有各种光怪陆离的传说 而其中尤其诡异的是 有很多人对兔子的形象 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 认为在他们温顺的外表下 隐藏着一种极深的不祥与邪恶 而今天的故事 就是从一只诡异的兔子开始 约翰·贝尔是第一批欧洲移民者的后裔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 他举家从北卡罗来纳州搬迁到田纳西州 利用多年打拼积累的资本 在这里一个社区买下了大量的土地 成为了当地知名的农场组之一 之后他的三个孩子相继出生 一家人在田纳西州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18180的某一天 约翰正在农场里散步 却突然听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声音 接下来一只有着兔子头和狗身的怪物 从树林里一跃而出 静止向贝尔冲了过来 由于太过惊恐 贝尔立即用猎枪击中了这只生物 但当他走过去查看尸体的时候 却发现地上什么也没有 这个时候的约翰没有想到 在这个不祥的征兆以后 一个真正的恶梦 会席卷他挚爱的家庭 并让整个田纳西州红河河畔 陷入长达200多年的恐惧之中 欢迎来到三根研究所 今天我们将介绍一起在美国历史上 被官方承认的灵异事件 贝尔旅屋的邪灵 在约翰遇到那只怪物的第二天 接连不断的怪事就开始发生了 晚上他们一家人正在吃饭 本外突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 约翰起身开门 却发现门口空无一屋 本来全家并没有太过在意 但睡觉的时候 屋里又传出了拍打窗户的声音 接下来数天的时间里 拍打门窗的频率变得越来越高 约翰在房屋周边进行了大量的检查 他清理了所有的地下室 雇下了数十个陷阱来抓捕野生动物 甚至花钱雇人每晚站岗 但都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而恐怖的现象还在不断的升级 屋子里开始时不时的出现 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地狱声 有时候像是呼喊他们的名字 有时候是笑容 但更多的时候 是一种谁也无法听懂的语言 正当贝尔加准备向外界求助的时候 两件完全无法解释的事情发生了 第一件事发生在女儿贝特西身上 他在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被一股极大的力量拉扯到半空 惊醒的贝特西被吓得大声尖叫 好几分钟以后 才在全渣人惊恐的目光下落回到床上 接下来他的神志变得模糊 以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哼起了歌 很长的时间以后他才恢复正常 第二件事发生在约翰自己身上 他的精神变得越来越差 有一天约翰梦见一个黑衣的妇人 在他的耳边不停地说话 但无论如何都听不清楚到底说的是什么 醒来以后 他发现自己的咽喉变得异常的难受 说话时发出的声音 居然跟梦里那人变得一模一样 这两件事 让约翰一家彻底艰辛自己家里发生的闹鬼事件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鬼 他们在县里到处找人帮忙 而首先找到的就是基督教红河教会的牧师 詹姆斯·约翰逊 这是一位在当地非常有名的驱魔者 詹姆斯来到家里以后 让贝尔夫妇在卧室里睡下 自己在房间角落的椅子上观察他们的情况 前半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但到了后半夜 詹姆斯被一声响动惊喜 他看见约翰夫妇已经睡着 但床上的被子却诡异地全部掉到了地上 詹姆斯将被子拉了回去 刚回到椅子上 却发现被子又掉回了原地 詹姆斯叫醒了贝尔夫妇 拿出圣经大声念诵导词 并在房间里洒满了圣水 各种怪异的现象 这才慢慢平息地下来 第二天整天都没有发生什么异常 牧师认为那个邪恶的存在 很可能已经走了 结果到了晚上 他的被子也被撤掉了 耳边还出现了练道词的声音 当晚就被吓得半死逃出了贝尔家 连教会的牧师都被吓跑以后 贝尔一家闹鬼的事件 在田纳西州被传得神乎其神 先后各种故事 治安官都来过他们家里 但没有一个人能够解决问题 当贝尔一家完全无计可施的时候 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来到了他们的农场 他就是未来的美国第七任总统 安德鲁杰克逊 当时的杰克逊还是一名将军 田纳西州就在他的驻军范围以来 为了安抚民众的恐惧 他亲自带领一队人马来到了贝尔的农场 其中还包括了一名专业的巫师猎人 但就在即将进入农场的时候 所有的站马都诡异的停住 不敢继续前行 在好不容易安顿以后 队伍分别在农场的各处防射里驻扎了下来 杰克逊本人也住进了贝尔的屋子里 没人能够确切地描述当晚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唯一能够确定的 就是那名巫师猎人再也没有出现过 杰克逊也在第二天就带兵离开了贝尔家 走的时候还留下了一句名言 我宁愿去对付一整支英国舰队 也不愿意在贝尔家待哪怕一晚 安德鲁杰克逊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英雄 当他从龙庄离开以后 贝尔家的协力立马成为了 19世纪最著名的灵异事件 三个月后 约翰贝尔的咽喉毛病变得更加严重 很快就痛苦地离开了人世 约翰死后 他的家人移居到了美国密西西比州 恶灵作祟的现象也终于停息了下来 这起事件在当时有着诸多的猜测 但大部分人都相信 这支邪灵就是约翰的邻居 凯特巴兹 这个旅人曾经在农场的交易上 跟约翰有过不少冲突 约翰家里的一系列怪事 也是在凯特死去以后发生的 而更重要的是 凯特是一个公认的旅物 曾经还有小孩目睹 他很长时间待在附近的山洞里 哼唱着一种奇怪的曲子 咱们相信这是某种召唤恶灵的仪式 约翰在后来被弄得越来越大 最后连当地的法院都被牵扯了进来 因为没有任何的证据 嫌疑人也死了 法院将这桩案件裁定为 冤鬼索命之人死亡 在那个科学贫瘠的时代 成为了一桩被美国官方承认的灵异事件 也被称之为贝尔旅屋事件 数十年后 一位叫做英格拉姆的TN新闻记者 勿命来到了田纳西州的凯斯堡路 并对当地的教会 相关人员和居民 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取证 他发现虽然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 这里的人依然清楚地记得这些事件 而且他们普遍地认为 旅屋的亡灵 依然在田纳西州的大地上徘徊 随时等待机会重返人间 英格拉姆将他与目击者和神智人员的谈话 写成了一本叫做《贝尔旅屋真实历史的书》 这本书被再版改编了二十多个版本 直到现在也可以在亚美巡上买到 并且非常的畅销 这些事件 从约翰·贝尔看到那只兔子头的怪物开始 因他的死亡而结束 在欧洲历史上 曾经出现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兔子泛滥现象 因他们强大的繁殖和事物能力 被认为是某种淫欲和贪婪的恶魔化身 这种奇怪的认知 主要出现在一些早期的欧洲移民的心理上 所以后世有一些学者认为 贝尔旅屋事件 或许就是一种家族性的精神分裂症状 而约翰看到兔子怪物的那一天 就是精神分裂出现的症状 1934年 密西西比大学的亚瑟·哈德逊教授 带着科学的态度 访问了移居到密西西比州的贝尔一家 并也在一本民宿学事件集里 再次地记载和梳理了整个事件 描述了贝尔家出现的种种奇怪现象 但里面并没有很多夸张化的故事 他认为这种口味相传的流传过程 已经让事件看不清本来的面密 但从询问的结果来看 贝尔一家确实发生过一些难以解释的事件 贝尔旅屋事件已经过去了200多年 虽然很多细节因为时间问题 已经变得难以考证 但它却影响了无数的美国人 甚至还写入了 田纳西州小学历史的课本当中 是这里所有小孩共同的童年阴影 出于安全的考虑 贝尔家族的老屋在1800年末期被拆除后另行重建 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九富盛名的旅游景点 而传说中旅屋生前住过的洞穴 也被当地政府完整无缺地保留了下来 里面展示了很多那个时期的新闻和照片 至今依然是超自然和历史爱好者的探险圣地 它只有在白天对外开放 如果你想去参观 那么请先缴费12美元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重建的贝尔老屋会孤独地处立在农田里 似乎正诉说着一段乘风的过去 还有一个永远也无法被解开的谜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订阅 点赞 留言 支持我吧 你的支持是我所有的动力 别忘记打开小铃铛 视频每周都会更新 这样我可以通知到你